Yo 我是Kan 今天就是来解答网友问题的 尤其是用这华为手机的人 你们一定要看完 因为我终于找到了最新的 没有Google教学 很简单 一点都不复杂也很好用 只要你有了这个东西 你的华为手机就好像重新有了Google一样 Google Map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Meet Facebook YouTube IG 还有WhatsApp 什么都可以大陆到的哦 所以等一下 我就会用这台Noah 8i做示范 这样Noah 8i是没有Google的嘛 等下我就会一步一步教你们讲 用它来下载一些热肠会用到的Apps 开始吧 第一 Phone Clone 新买回来的华为手机哦 第一件事情哦 肯定要做的就是Phone Clone 把旧手机的东西搬去新手机 华为吐华为手机的话 打开Tools里面的Phone Clone 跟Za的Step做就可以了啦 我之前影片有教过 大家可以翻回去看 那Android吐华为手机的话 先去Play Store下载Phone Clone Apps 同样跟着做 那iPhone吐华为手机的话 去App Store下载Phone Clone Apps 也是同样 跟着做就可以了啦 Phone Clone完成了之后 新机就会跟旧机一模一样了 大部分的Apps都会 自动在新机看到 但是哦 因为华为手机没有GMS嘛 所以Google类的App 我还是没有办法翻过来的 比如说Google Photo Google Drive这些 所以接下来重点来了 这时候就可以用我找到的 这个最新方法 那就是去App Gallery里面 下载一个叫做Gspace的App Gspace它就好像一个平行空间 在没有Google的手机里面 模拟出一个有Google的空间 OK 马上来示范 你点进去之后 一开始登录你的Google account 接下来就会出现一堆推荐给你的Google Apps 这堆Apps哦就是可能Phone Clone都clone不过来的Apps 比如说Google Drive啊 Google Map啊 Google Photo啊 Classroom啊 YouTube这些 So我们现在就点YouTube 看它就会自动跳出这个很久没有看到的画面了 Google Play Store 按Install 就可以直接 Log in你的Account 看YouTube 可以comment 可以like 可以upload video 那看到一般的video哦 还可以在短时间内推出 再回来是可以继续的哈 重点呢它可以cut去电视机 之前我介绍过YouTube的翻版 YouTube翻手 它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投评去电视机了 所以我现在感觉就是 我好像重新涌回YouTube的feel 是假的 是骗人 然后你还可以installGoogle Map 在installGoogle Drive 全部都用得到啊 终于我们不用用网页版了 Google Classroom啊 Google Meet啊 Google Photo这些也是一样 install了就可以直接用了 简单来讲 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华为手机好像重新有回Google一样 一切是很正常的 原来失去过才懂 有Google是多么的可贵 然后我还发现一个东西 就是当画面跳去Google Play Store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search 你想要的apps 比如说Game的话 Genshin Impact 这个Game在AppGallery是没有的啊 之前我是要另外导入APP的 在这个APP里面 你可以直接下载 导入了之后 不会出现在桌面 而是同样出现在这个平行时空 要完的话你就点进来 然后直接用Google Account登录 讲真的啊 我真的觉得 这个是目前取代GMS 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了 整个使用过程 你就当Gspace是一个folder 你把Google的App全部丢进去 你要用才点开这样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把Gspace里面的App 做成Shortcut版去Home Screen 这样App就直接出现在外面 更加方便 你不用点进去Gspace 而且这个是App来的啊 不是网页版 唯一的缺点也是最大的缺点就是 广告有点多 每次点开App都会出现一个3秒可以skip的广告 如果不嫌弃的话 其实是蛮好用的啦 但是哦 如果你真的真的不想看广告的话 没有关系 大部分的Apps还是可以一个一个在AppGallery 或者是Battle Search上面 download到 比如社交Apps Facebook Instagram Messenger WhatsApp Telegram这些 可以透过华为预载的Battle Search 来下载 点进去直接下载App 网购的Apps 比如淘宝 Shopee Lazada Shane Shopback Zalora 可以直接在AppGallery下载到 看系的Apps 比如Netflix AstroGo 爱奇艺 Mango TV 也是可以在AppGallery找得到 还有修图剪片App 美图修修啊 剪映啊 B612啊 Lightroom Pix啊 这些也是在AppGallery下载 然后我刚才有提到的Google相关App 比如说Google Classroom啊 Google Meet啊 华为就把它们做成了Quick App的方式 就是一点进去哦 直接跳去网页版 右边上面有三个点 Add to desktop 下次就可以直接快速打开用 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下 又比较快又方便的解决方式啦 其余还有银行Apps Madebank to you PBE IHB OCBC Mbank 这些AppGallery都有了啦 唯独目前CIMB Clicks 还是网页版 但是它们同样做成了Quick App的方式 但是听说之后哦 会有正式版Apps 不懂几时啦 大家再等等啦 好啦 今天的没有Google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有帮到你的话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订阅 还有打开小铃铛 拜拜